部長好 想請教一下 從這兩天的本土十幾例的 個案 怎麼研判就是現在國內的疫情是有趨緩的 趨勢嗎 那圓山跟郊西這兩家飯店不明感染源 現在釐清的進度如何 那第二題想問 如果維持 二級度過春節 指揮中心有沒有一份全民 的明確指引 如何平安過節嗎 謝謝 好 那相對來講 現在還是在一個研判期 一個觀察期 那在整體這幾個案例 要能夠清楚做安全的 對 也要是在沒有擴大情況下 也要到2月7號 所以在這段時間還是處於一個警戒的時期 那至於在過年上面 其實我們相對在宣佈 的時候 也是到2月7號 那相關的這些要求都已經在裡面 不過 也有民眾在說 是不是能夠給大家更明確的 一些指引在 那我們現在也在研商 這兩天會公佈 部長 剛剛有提到過年的相關的指引 還在研商中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部長 有沒有一些初步的方向 會從哪裡來著手呢 謝謝 基本上都還是一樣是非常原則性的嘛 就是說大概就 就是說大家就是說這樣 儘量不要到人潮擁擠的 地方 太過擁擠的 儘量就避免 那種從有一些實體的 不管是過年跨年或什麼夜市那些 只要人太多 大家就盡量快去快回嘛 那吃飯的時間也不要逗留太久 沒有在吃東西的時候 就把口罩戴起來 那當然勤洗手 戴口罩 打疫苗 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那簡單的事情 很認真的做 那當然對我們的防疫都會有幫助